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什么货都不让你干 我会刺货你 我去挣钱哑惑你 我老管一辈子 一辈子好好对你 你不恨我吗 我 真的 是我 我真的不恨你 可是 可是我从来没有爱过 叔 我会让你爱我的 我会的 你说什么 你要嫁给老关 锦叔 你不是不爱老关吗 我记得是你亲口对我说的 你怀疑老关是杀死静明的凶手 你现在怎么能嫁给老关呢 也许根本就没有凶手 也许静明就是死于枪走火 你不是也让我不要再查了吗 我累了 我想过正常的生活 老关会对我好的 老关能对你好 怎么可能呢 他一个开车的 现在连车他都开不了了 他连他自己都养活不了 他怎么能养活得了你 我看他是想让你来养活他 锦叔你别糊涂了 你跟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锦叔 我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老关是为你离了婚 老关是为你丢了工作 你在可怜他 你同情他 所以你才决定嫁给他 是不是 就是我害得他一无所有的 我欠他的 我一定要还 锦叔 你别傻了 好 就算你觉得你欠他的 我可以去跟他谈 他如果想要女人 我给他找女人 他如果想要钱 我可以给他一辈子都挣到的钱 老关要的不是这些 是 他要的是你 有了你 他不仅有了女人 而且还可以让你养着他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老关 我该怎么说他 怎么了 我说说他你就不高兴了 我看你是爱上他了吧 锦叔 你怎么就喜欢这种 脱脑简单四十发达的男人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你心里明白得很 你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男人 你喜欢的都是同一类人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 怀疑他要调查他 你骗到了别人骗不了我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为什么不能说 为了你 我连公司的生意我都可以不要 为了你 我到现在连婚我都不结 你为什么不同情我 你为什么不可怜我呢 从小到大 我哪一点比金鸣差 你一肯嫌给他 也不肯嫌给我 现在倒好 连一个臭开车的都让你动心了 我就不明白了 我孙开平我哪点比他们差 你总是这样 总想着自己不想别人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你说什么 我孙开平在你心里 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你说的没错 我是喜欢金鸣和老关这样的人 也许他们是像你说的一样 四肢发达同脑简单 可我也是一个简单的人 我知道 从小你就看不起金鸣 觉得他蠢 觉得他笨 老耍着他玩 现在你就看不起老关 觉得他是个司机 是个粗人 你觉得你比他们都强 你上过大学 你有钱 是个大老板 可是你没有他们真诚 钱不是万能的 钱买不回来金鸣的命 也买不来老关对我的真心 你真的以为金鸣 就像你说的那么好吗 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好 他已经死了 你还想怎么说他 是 没错 我以前我看不起金鸣 现在我也看不起老关 我谁都看不起 他们是老师 他们是狠狠 但是可怜之人 并有可恨之处 秦叔 你会后悔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兄弟们啊 告诉你们一个 大海人心的消息 秦叔 带你嫁给我啦 你干嘛 哥子 哥哥跟秦叔啊 要结婚啦 我给大家报个喜讯 放两片 你们都来喝喜酒 哥子 哥哥在为难的时候 你帮我 为了感谢你 你给哥哥帮忙 好 你们到时候都来 都来啊 你们吃 走 阿灵 你喝 来 你喝 来 妈 歇会儿吧 没事 把这弄完了 妈 跟您说个事呗 说呗 我要嫁给老关了 老关对你好 对我也不错 可是说呗 这个结婚这个事吧 你可得想好 老关他救过我 这些年 他也实实在在帮我 关心我 老关是个好人 可是妈呀 心里头绝掌啊 就盼着一件事 那就是你能过得好 只要是你愿意 妈就高兴呗 开平知道呗 他没说什么 开平这些年 他关心你 这你心里明白 他这回来呀 妈这心里变体多高兴了 你就心里想啊 这回我们树 能嫁着他应该嫁的人了 妈 你别这么说 从小哎 你又仨一块长大 我就看出来了 开平和金明这两个傻小子 就为你吃醋 开平聪明 学习也好哎 他也知道讨你喜欢 说真得爱 当初哎 我就不明白 你怎么就选择金明 就没选择开平聪明 你跟妈说说 哎 金明是你的儿子 你比我了解他 你说说金明什么好 那孩子哎 老实厚道 想意气 热心肠 对人事成 对了 这还爱吃个醋呢 有一回哎 你跟开平去杀娃娃玩 没叫他 正好躲在屋子里头 一天不出来 等你回来呀 这么一叫他 正乐得屁点屁点的 就跑出来 他喜欢你 他不生你的气 你做什么他都愿意 哎 就是想他爹 命短 没有负极 多少疑 我 是 我就 拍我 是 在 是开瓶来过了吧 我的事 他一定都跟你说了 他肯定骂我了吧 静明 我要和老关结婚了 这事我跟妈说过了 她说只要我愿意 她也不反对 他一定说我爱上了老关 她说我就喜欢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你知道的 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会嫁给老关 我欠老关的 你以前也最怕欠人家人情 你说过 欠别人的就一定要换 老关为了我 离了婚 没了工作 这些都是我害的 而且她又救了妈 老关的情 是由我自己来还 她只要求我嫁给她 静明 我相信她不是杀你的凶手 你真的是抢走火吗 你为什么会抢走火吗 难道当时 她是我看到的人影 是我看错了 是我的幻觉 难道当时真的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杀了你 真的没有人杀了你吗 我真的不想再想了 我好累吗 我真的好累吗 你在的时候 我什么事情都不用想 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 你老是晚上多笑不住 就是爱睡觉 等觉都觉不醒 那时候多好 静明 我真想回头过去 我真想回头过去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知道 来 干 干 干 선 干 关哥 鞋à 我真扶了你了 沁鼠还真不会转说的 好 michำ 搞 我这是打心眼里扶你呀 무엇 当初沁鼠折腾你的时候 我在心里骂你呀 骂你是个勺子 是沁鼠它 stone 他能看上你开车的臭司机 没想到这事还真让你给弄成了 兄弟再敬意 关哥容易吗 为了青叔 被他老婆打得头破血流着 什么都没了 工作也没了 为了给青叔他婆婆治病 关哥去扛大包 在那挣钱呢 这叫什么 是青叔心眼里去扶了你的 是不是 那也就是苦尽甘来了 喝 来 干了 关哥 你要什么礼物你说 来兄弟送 走 青叔都是我的了 我要啥礼物啊 来 我老公还有一件事 要敲你们 说 偷车 朱葛 谢谢你把我妈送回来 要谢谢老关吧 是他让我送的 老关跟我说了 医药费是向你借的 给 老太太怎么样了 挺好的 已经没事了 我去那边看看 哎 等等 那个 别跟老关结婚 你们俩不合适 老关呢 是个好人 他不敢杀人 我是你小山那样的 他喜欢你 结婚 都是他自愿的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不欠他的 也用不着 用这种方式 来还这个情 结婚是一辈子上 你借的 仲恨不了 然后 仲恨 他不好 你会觉得 更嫌疑吗 老多来 可不得 你们俩 谁都承担不起 那我应该怎么办 直接走我过去吧 怎么过去 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到底该怎么办 干啥 你又干啥 完事你想跑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乌鲁木齐 你说这事干嘛 你亲我愿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 你要和你老婆离婚 然后带我去乌鲁木齐吗 你敢不认证你 小声点 我的小姑奶奶 我什么时候说带你去乌鲁木齐 什么时候说和我老婆离婚了 你睡觉之前说的 那是你说的 我又没答应 你敢不认证 我就不认证 你要长得像亲戚这么漂亮 你让我离千次和我也愿意 你肯定长得个样 还让我和我老婆离婚 带你去乌鲁木齐 一门都没有你 你敢不认证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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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嘘 姐 你真的要嫁给老冠哥 你怎么了 没事 姐 我觉得你不应该嫁给老冠哥 老冠哥挺可怜的 我觉得你这么对他不合适 我怎么对他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怀疑老冠哥杀了静明哥 你就是在利用他 可怜老冠哥对你一片真心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太过分吗 你听谁说的 什么听谁说的 地球人都知道 老冠自己也知道 他明明知道你利用他还娶你 不就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吗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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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哪儿去了让我这通好找 我跟你说 我打听了 那个婚礼主持人特别抢手 咱得赶紧订啊 我还哭了 我还哭了 告诉我 你老瓜哥给你出气 管好你自己的事 笨蛋 这丫头是吃枪药了吧 这是 说你们俩吵架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是说那个婚礼主持人特别抢手 在那儿赶紧订啊 还有那个酒心你得算算 我这儿得三到四桌 你看啊 我开车的哥们得请啊 扛包的哥们 还有工地的哥们都得请啊 想紧着就请谁 别跟我说这些了 老官 对不起 我有点累了 哦 没 没 没关系 没什么 他们说可能这叫 婚前综合症 没事的 要不你歇着 我去忙 好 行行 我在外面待一会儿啊 你歇着吧 鸽子啊 行 真会找地方啊 这个地方被人打扰 我就是不想被人打扰 才到这儿来的 嘿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这里的沙漠这么美啊 你想看沙漠到别处看去 别这儿烦我 嘿嘿 鸽子 老官哥啊 有事求你帮忙啊 明天我要跟青叔要结婚了 这个婚礼咋办呢 心里没数 你看现在啊 有道大峡谷蹦极的 魔鬼城探险的 还有天吃野餐的这么多 我到底选哪个呀 你为啥要跟他结婚啊 我想跟青叔过一辈子 你为啥要跟他过一辈子 我喜欢他呀 我知道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吗 你问问自己 你要娶的女人爱你吗 只要我喜欢就行 别的我不管 既然喜欢就要牢牢地抓住 来 抓住 有些东西越想抓住 越抓不住 这是沙子 不是人 不一样 来 抓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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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老板 这个 亲事要嫁给我 你也不要不高兴 你还有原历嘛 对不对 原历是个挺不错的姑娘 很得意是吧 亲叔要嫁给你了 你现在觉得你有资格来嘲笑我了 是吧 老关 你娶亲树 你自己搞清楚没有亲树 他到底爱不爱你 你根本就不清楚 亲树选择和你在一起 他就是觉得他同情你 他觉得他欠你的 他觉得他对不起你 才选择和你在一起的 就这么简单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娶了亲树 你能够得到他的身体 没错 但是你永远也得不到他的心 你知道吗 你看看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到底哪点配得上亲树 哪点配得上 我这么说你懂吗 你懂吗 你根本就不懂 你是个大老粗 我这么说你怎么能懂得了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 老关 你和亲树新婚之夜 亲树心里依然是在想着别人 这你懂了吧 新婚的 你别得意了 我就把话放在这 你们尝不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事儿 那个姓孙的在外面行去不是很好 要不你去开到开到的 还有事儿吗 没有 说吧 我在县里看到了婚纱 我觉得挺好看的 有空吧 你去看看 咱们现在就去 走吧 说啊 要不你劝劝这个姓孙的吧 走吧 你们成不了 我觉得挺好 你说呢 这样 要不这样 对不起 但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太好了 这白的也好 我那边再给你看 我那边再给你看 叔叔叔叔 你看 来 我就在这件了 我看见书芬姐了 这件了 好 好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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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 这件事 还好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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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点休息吧 你也是 去吧 哥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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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袁立吗 我是青树 我要结婚了 不不不 你别误会 我是跟老关结婚 你能回来一趟吗 你误会我了 我跟你说过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喂 袁立 我跟老关 我跟老关 说啊 想去兜风吗 说啊 我一直有个心愿 让你能坐坐我的油罐车 直兜风 今天这个心愿实现了 开我们这行都怕开夜车 可是我喜欢开 每当我开夜车的时候啊 就觉得天是这么黑 夜是这么近 天上的星系又那么多 一闪一闪的 总觉得他们好像有很多话也对我说 哎 叔 你知道他们有什么话也对我说吗 我知道 他们是想问我呀 老关 什么时候能把青树取回家 你们听下 明天我就要把青树取回家 明天我就要把青树取回家 去哪儿了 下手 来 跟我走 咱们去哪儿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走 老关 好 咱们去哪儿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好 叔 你就在那儿等着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夜我有九星何处 几分轮回梦里纠缠 那又不至今的期待 茶叶相拥的感觉 我乃穿去流水落 今夜我又把酒赢了 叔啊 这不是我的主意 是兄弟们帮我想的 我没什么钱给你买礼物 没什么钱给你买戒指 他们都是从电视里看来的 就像这个来表达我的心意 叔啊 我没什么本事 但是以后啊 我一定会好好地挣钱 好好地对你 叔啊 这辈子 我都会永远爱你 老官 谢谢你